1991年 刚好刚过20 因为家族事业的关系 所以就是到上海 所有的公司的员工 每个人都年纪比不大 他们觉得 怎么来了一个 这么不懂的一个年轻人 他能管公司吗 一开始不懂的时候是不怕 等到了解了以后 其实会很恐慌 面对问题很恐慌的时候 甚至有时候一直想不通 都会觉得说 我没有办法再面对明天 我怕明天的到来 就会到工厂的顶楼去 然后就觉得一直往下看 跳下去会怎么样 我们家五个小孩 家里排行老三这样 父母一定疼 老大跟最小的嘛 那我们中间的 就得要靠自己了 这样自立自强 一定要乖 要嘛就是要够叛逆 但是我觉得 叛逆这条路 跟我们的本性不合 那我们就走乖的路线这样 因为只要乖乖的一定能 平安度过这样子 我刚到上海的时候 也许我上海的朋友 没有办法帮我解决订单的问题 没有办法帮我解决员工的问题 可是他让我感觉到家人的关怀 第一年在上海的时候很冷 在台湾没有碰过这么冷的冬天 然后我上海的长辈让我到他们家 他知道你从台湾来的 你不习惯 毛毯 被子 毛毯 被子 毛毯 被子这样 五床六床这样盖上去 人是在互动里面看到心 有时候语言是没有办法穿定的 谢谢 谢谢 爸爸这年底往生了 因为癌症的关系 现在只剩妈妈一个人 后来他又动了两三个不同的手术 所以行动各方面比较不方便 得要有人在家里陪他 免得他又会跌倒 所以这样留下来 喂 喂 阿姨 那个怎么样还好吧公司 你们现在在包哪一种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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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放心吧 谢谢 有你们在我就比较安心 喂 哈啰 森林 谢谢 那个西美的设计稿 后来现在怎么样 西美的 我就是要跟你讲 所以你要再催一下 再提醒一下 好不好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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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好那麻烦你了 好 辛苦你了 感恩 我那天来拍照 然后上台 我觉得说 哇 超美的 那个地方 她是一个 比较会照顾兄弟姐妹 亲朋好友 或是知道周遭的朋友 需要关怀或帮助 就会有怜悯性 就想要去帮助别人 想要做什么 她就自己会去 决定要做什么 所以也算是有自己的想法 前途 今天是常照客 帶著媽媽一起來上常照 那我覺得很好 就是出來運動 然後又能夠有連結 跟從年齡的人連結 我覺得對她的身心都非常好 媽媽喜歡看書 家裡到處都可以看得到書的氛圍 我最愛看武俠小說 還有聖賢大德的書 武俠小說 他不就是告訴我們為人處事的道理 忠孝皆義 包括如何在江湖生活 剛到上海 哪怕時間都是看書 然後我有個長輩送了我一些佛書 其中有一本書就是 《正眼法師的慈濟世界》 第一次看到這本書 我非常的震撼跟訝異 上人帶著所有認同的人 江湖人士 就一起來行著 季若扶貧的這樣的工作 真正的高手 他可能不用刀槍 就是用他這份慈悲的心 就可以把所有的人的愛啟發 大家就把刀槍都放下來 走 不好意思來晚了來晚了 對啊 那個接下來加班好了 我們就要協助他找工作 我們巴黎工作好早嗎 我好早 沒有交通工具 沒有交通工具 所以等於他謀生能力更早 所以我看現在在我們巴黎的話 如果要工作幾乎都是 要嘛你如果會騎車有Fu Panda 如果沒有Fu Panda 一般的年長一點的 家境比較辛苦的 就真的工作機會就很少了 就是因為後來工作在大陸快30年了嘛 生活在那個地方熟悉 所以現在回來 有一點很陌生的假想 自己不熟悉的假想 所以現在正在很用心的在熟悉 所以現在正在很用心的在熟悉 是一樣的 小營 是個對方的 人們 這麼多 目的 我們 是個對方的 是個對方的 我們 有些人 有些人 9月26号那天 在环保战 康师兄接到本会的这个 有这个关怀的任务 所以康师兄就在环保战 邀请我一起参加 就这一艘船 当然 他们在前期就是充满了无助 然后都不信任 他们觉得他们就是被遗弃 他们是被抛弃的 现在天气人 所以特别帮他们准备毛 因为之前他们来都穿拖鞋 都赤脚 我们是9月26号第一次去 当我们到了台北港 看到下船的这些船员们 只有穿的短裤 然后光着脚穿的拖鞋 从船上到了岸边来跟我们互动 然后看到每一个人都忍得都拱起脖子来 所以后来我们发现他们有什么物质欠缺的部分 我们就一点一点把他们补起来 想回家的举手 想回家 往回家 要让家人知道 让他们安心 你在家是无人 如果还是全大多好 我在船员的身上看到就是 当他们被困住的时候 他们求诸无门的时候 对人性都是不信任的 当有住员进来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每个礼拜去的关怀 让他相信是有爱的 虽然他的亲人不在 但是他们感受到 是有人在关注他们 让他们产生的 他对生命未来的规划 这是他们写的是不是 对对对 他们写的 是写的 这些等于人的船员 其实他们是带着家人对他们的期许 对家庭的责任 他们航行 他们出发 就像我当时在上海一样 我也是有很多贵人牵着我的手 很感恩有机会 我们在等于人的船员身上 能够成为在他们生命低潮的时候的贵人 我已经在三年以后 在家庭上很失望 我们在一年以后 我们在家庭上很失望 其实面对现实本身就是需要勇气 他要承认他的现实就是他的老板跑了 面對現實 然後同意兩手空空的 回家去面對她的家人 這個就是很有勇氣的事情 抱歉 我有一些圖案要請她幫忙 那個富洋陳先生 現在都是全部不要文字 全部要圖 沒有 我要這樣子 這個有文字也有圖 我那時候也很訝異 緬甸船員要回去前我問她 你們想要什麼禮物 但是他們說不用 他說你們已經幫助我們很多了 唯一如果真的要送我們東西 我們就是要那本書叫《禁思雨》 我覺得這一本書可以成為 他們終身受用的最棒的武林秘籍 可是你一旦回去 回到紅塵 你可能不是你想像這麼美好 還會面臨到很多的考驗 但是你卡住的時候 鑽牛腳尖的時候 或許在這裡翻一翻 你就又找到出路 對 太好了 太好了 回家了 來 再來 拜拜 語言可能會有點讓我們隔閡 可是問題是每個人他的行動 你會發現 還是會看到他溫暖的那個部分 就是人是在互動裡面看到心 有時候語言是沒有辦法傳遞的 是只有在互動當中 對 看起來好像最困境 走不出去的時候 在糾結的時候 可是為什麼未來一定 他會最感恩這個時候 因為從困住到忽然充滿了希望 那個一定就是有一個轉逆點 那那個轉逆點是什麼 那個就是老天爺送給他最大的禮物 那是不能被人公安 我不會是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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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死了 我不會是死也 我不會是死 是死也